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二下午的3点09分 加权指数间收盘跌66点 开盘一度跌了112点 这个行情 昨天晚上美国股市的大跌 确实让很多人很担心 今天台北股市不知道该会怎么样 没想到今天有惊无险 比大家所想象的还要来得好 而且好很多 你看今天很多股票几乎都是不跌的 甚至于还涨的 我跟大家讲过 在一个跌势里面 最怕什么 最怕盘跌缓跌 你那慢慢跌慢慢跌时间拉很长 大家都跌个三成四成 这是最讨厌的 如果出现急跌反而好哦 因为出现急跌 大家把跌幅分散掉 那其实就没有那么恐怖 所以记得在跌势中是怕缓跌盘跌 反而急跌没有那么恐慌 你看今天早盘跌112点 缩盘跌66点 我给大家看一些数据哦 我给大家看一些数据哦 今天跌嘛对不对 你看今天跌停板的加速有多少 今天跌停板的加速才四加而已啊 上市规1600加才四加跌停而已 反而今天跌停板的加速竟然有这么多 这么多跌停 你看这么多跌停 总共跌停板的加速有高达35加 跌停板才四加而已 这数字真的很奇怪 指数是跌的哦 最多跌了110点哦 怎么涨的加速 大涨的加速比大跌加速 好要来得多那么多 你看今天大涨5%以上的公司有多少 大涨5%的公司有68加 那大跌5%以上的呢 大跌5%以上的公司才28加而已 是不是很奇怪的 大盘跌 今天结果大涨的比大跌的加速多太多 所以我说今天大多数的股票都是涨跌在1%以内 涨1%跟跌1%大多数都在这里 所以这个我所说的行情急跌不可怕 因为它的跌是会平均分散在大多数的股票身上 所以反而不是很可怕的行情 今天是有惊无险 到时候你应该觉得说 今天好像没那么严重哦 因为像我们的股票今天大部分都涨 有跌也都跌1%而已 比如说 例期间也大涨 最多跌了5% 例期这一次 四天时间而已 涨停涨停三期涨停 给你又跌5% 哎 要40%了呢 快40%了哦 因为复利计算 对不对 对 对 润海权给你也跌 这今天也是也跌两块 对不对 也涨两元 胜月给你也跌 生技股 我们操作立康 给你也跌 是不是今天我们股票大部分都涨 那跌的呢 抛地 漏1% 2408南亚科 漏1% 对不对 跌的是不是就跌那种 1%了 6294 字基 漏1% 跌的都是1% 8358 也是跌1% 你会觉得很奇怪 其实不奇怪 这是我刚刚所讲的 你不要看表象 你要看到深入的内容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 跌66点 其实一点都不可怕 因为大多数的公司都是 是平均分散开的 跌幅平均分散开的 反正这个盘是相当好的一个行情 我们来看国际股市的部分 昨天美国股市 跌了548点 看来会让人觉得蛮可怕的 怎么突然又跌那么多 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说 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关系 昨天大陆列了128项美国产品 把关税拉高到25% 那其实128项总数加起来才 大概30亿美元而已 而这128项里面主要还是以 像美猪美牛苹果这些水果类的 大宗物市为主 科技股反正都没有 因为大陆还需要很多 美国科技的产品零件 甚至于晶片 所以大陆不敢针对那个部分下去 做提高关税的部分 可是你们发现到 昨天美国大跌了 并不是传统产业 科技股跌最重 费成半导体3.9% 费成半导体是3.9% 然后打壳2.7% 倒重1.9% 其实美国昨天内部 自己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 哪些内部问题 昨天苹果发布了 2020年 它的电脑 预算晶片要自己开发 不再用Intel的 这不得了 你知道目前大多数的电脑 甚至笔电 CPU都用Intel 对不对 那2020年 苹果就要改变用自己的晶片 所以Intel 怕这个混递 跌了6% 把整个半导体股 都给拖累下来 那包含 昨天亚马逊 又被 川普点名到了 又被川普骂 又被川普骂了 亚马逊昨天也跌了5% 加上网络股 Google 脸书 还有推特 泄密的问题都还没有结束掉 还在烟烧 所以昨天美国股市 自己的问题是比较大的 你看特斯拉 昨天又大跌了5% 最后都跌到7% 因为特斯拉这次的死亡车祸 听说已经证实了 当时是用自动驾驶 在车祸发生的那一瞬间 它是用自动驾驶的 这事情都没完啊 推达NVIDIA 涨满路细胞 因为Uber 它的一个死亡车祸 也让NVIDIA 暂时停止自动驾驶晶片的测试 所以这些问题其实比中美贸易 更严重的一个问题啊 所以美国股市跌其实都是公司内部的问题 同时发生的 跟美中贸易其实没有很直接的关系 你看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南韩平盘 日本平盘 香港还涨了 如果是美中贸易关系的话 那香港怎么会涨呢 你说是不是 今天印度 我们来看印度 今天印度也 平盘只有0.1%而已 所以没有大家所想象的那么恐怖 没有大家所想象的那么恐怖 我们来看美国股市 道琼虽然跌458点 是下引线300点啊 下引线300点啊 可见的低档还是有买盘进去嘛 对 低档还是有买盘进去嘛 我昨天跟大家谈过 目前大多数的一个国家股市 都在利手连线跟半连线 你看道琼 红色是连线 道琼在手连线 那打嗝连线也在下面 费人半合体 半连线刚破而已 又在手的味道 澳洲刚破连线 这是比较弱的 来日本首连线 对这是日经 是首尔 南韩首尔首连线 日本首连线 香港首半连线 新加坡 年线也在下面 你们发现到 印度 我们来看印度 目前全球股市 大多数都在 正好都到年线跟半连线的位置 印度也是年线 年线跟半连线是 大家都认同最重要的多头防线 当全球股市都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危机转机是一瞬间啊 尤其指标 这已经黄金交叉了 有的指标都才刚要在低档区而已 你看道琼 道琼有KT指标 是不是在低档区 拿斯达克也在低档区 费人半合体 都在低档区 这个随时新称 黄金交叉的机会都很高 所以危机转机一瞬间 你们好看太坏了 对南韩 也在低档区 日本是上去了 香港指标也在低档区 新加坡 一块黄金交叉到了 我们来看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也在守半连线 今天台北股市的最低点 10,775 半连线位置10,744 差三个点 漏掉了 指标在低档区 所以不要看得太坏了 这些行情随时都会反转 这些行情随时都会反转 重点还是在个股 我在看大半连线跌 1月份我说大涨 2月份急杀之后 我说过年后 快速回升 有个七八点 3月份我说相行 告诉你们不要被指数影响 以个股为主 你看3月份有多少股票 我们的股票 我们做这一波 3月底的时候 风力发电 再来一次 3月结束 4月刚开始 3月份你没有好成绩的 四个加油 有好成绩的 4月在锦上添花 4月份的行情 会比3月份好做 要凭三个人比较多 比较好做 因为4月份的题材比较多 所以你不要被指数给影响 但大盘的部分 你关心 那你就听听能力的分析 不然的话 完全针对个股做就好 今天电子股比较弱 今天大盘跌 电子股比较弱 那电子股弱的结果 升级股就起来了 有没有 今天升级股就起来了 剑桥6% 对升级股就起来了 因为升级股这个族群 越来越庞大 所以它不会同步性 它也会轮流动 今天升级股很明显 就比较强了 今天升级股很明显 就比较强了 你看今天掌停板的股票里面 有很多都是升级股 但升级股里面有很多业绩很烂的 金锥 你不要去乱追 那种业绩很烂 然后股价炒得漫天高的 你看忠股 料金的空气 200几元 智勤 意态 你看意态100元 业绩才多少 3元 百比30几倍 这个还算好的 最起码它还有赚钱 你看台围体 123元 123元 业绩呢 亏得这么严重 一年 亏掉15块钱 一个半个股本 每年都这样亏 那股价100多块钱 中股票是不敢碰 我还是习惯做比较有本质的东西 我是做这档 我们做立康 立康在升级股里面 算是业绩的模范生 贪6块 赚6块 股价本比才10倍 11倍而已 这个未来都还有机会 黄金价差不多出来 到时候黄金价出来之后 又是一波 又是一波 那其实这样标的也还蛮多的 升级股还有大概 我大概抓了一下 够4低 EPS大概7块8块 本比10倍的 这四五档个股 你有兴趣的话 跟那天一起来操作 今天旁边上最强的 但莫过于还是 风力发电的部分 你看风力发电的部分 中钢构上尾头 永贯立齐四季钢 这都风力发电的 很奇怪 这是总共9个团队 去申请风力发电的开发 11月底才会公布 到底谁上榜 谁落榜 可是行情已经吵翻天了 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你纵使让你上榜好了 2025年才会开始完工嘛 那从现在到2025年 有将近七年的时间 是要一直烧钱的 要收钱的 现在号称这是 台湾最新的造原产业 造原产业你说 五个团队通过好了 那是不是每个团队 至少都要投入 2000亿的资金 那每个团队里面 就算三家公司好了 三家公司组起来的好了 那每一家公司 至少要投入 700亿的资金 那这么多的资金哪里来 你有想起这个问题吗 这么多的资金从哪里来 一造的资金从哪里投入的 所以你看最近 这些投入的厂商 勾给开始在表啊 业绩都很差 你看这个业绩 赚不到钱的 上回头探2块 股价已经170了 北比85倍了 永贯 第四季是赔钱的 股价也100了 那差什么东西 看得懂吗 刚讲过嘛 造原资金要投入 锋利发电 钱从哪里来 钱从哪里来 羊毛出在羊身上嘛 所以这些投入的厂商 他一定是把股价 大 大涨一波嘛 一波去哪 把现金增资嘛 从市场来拿钱嘛 你不拉台 他没有办法收那么多的钱 拉高之后 他可以收更多嘛 已经有这样的味道了 你看一档一档投入的 但你也不要去做过度追高 这些我觉得都有点过头 像这些都有点过头 甚至于四季钢 你看四季钢 贪三个银而已 赚三毛钱股价已经八十几块了 over就不好 太过就不好 我觉得最有意思还是这一档 利齐 还是利齐 因为利齐这次跟中钢 还有丹麦的哥本哈跟祖陀 是团队 通过的机会最高 因为有中钢在 有中钢在的时候 中钢它是属于官方背景 所以比较容易过关 那比较容易过关的时候 他要筹资 你看不要说他筹资啊 就光是账上每股净值就好 账上每股净值 十八块呢 现在高账到十四块而已 哪有人发行现金 如果到时候他要筹资 但你现金争资 哪有可能发行那种低于禁值的 对不对 14块到十八块 就因为要到四十八块了 所以像中钢股票昨天大量 是一种换手 今天又过新高 怕它不断 中国股票怕它不断 指标有点偏高 如果短线有压回的话 我觉得这种股票后面就是最安全 而且爆发率最大的 那你四月底厂商公布之后 那么接下来 机电的工程的材料的都会开始投入 所以你看机电的部分 亚历电亚历也标三支啊 中兴电也开始当啊 华城也开始当啊 你看华城 那个业绩这么烂啊 一年都赚不到一毛钱了 也被这个题材给炒了上来 亚历 三支庭办啊 一年贪不五百元 赚不到五毛钱 差到这样 所以话题还是最重要的 但炒太高的你也不要去碰 差太高了你也不要去摸 还有很多好的标的 风力发电你有兴趣的 跟着人家愿做 你看材料的部分 春圆12块而已 12块而已 春圆专门是在做钢板 跟工程收入的 钢板跟工程的 对特殊钢板 现在12块 一支后现在12块 光是帐上每股净值 16块 所以这个也是 有机会继续往上做价的 大家虽并像 有来都可以抽 很多很好的话题 很好的标的 大家都可以注意 你对这一组有兴趣的 可以跟着人家脚步 那你到底哪走 我来带你做 第二季的话题很多 因为即将要开始进入 除权除息的旺季 在除权除息里面 很多高获利 殖利率高的 低倍比的 比如说 我随便举党 盛月 在探金的工期 在探金的工期 每年6块7块8块在赚 股价进人 这么低 这样感觉 这个殖利率都十几%的 今天常常初期跟大家谈这一档 全汉 你看全汉 两年的时间 最后这两年 他都在5块钱里面 一个股票箱 22到27 5块钱 最近开始带量 要破股票箱 所以27元这档去之后 你看美股净值 42块 现在高下到26块了 所以有很多能够让你 安全安心的投资 咔咔咔咔咔 获利的机会 四个月份是 真好贪钱的机会 三个月份贪不到的 四个月份要加油 欢迎加入我们团队 我们一起来赚大钱 我们的付专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这个节目对你有帮助的话 按个赞加个油 你来业会找更多的资料 提供给大家赚钱的机会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同节目赢 重参观 最重要的